不讨论了 徐佳阳给律师打电话 让他马上发律师喊 不能打 人还没来齐呢 没讨论呢 你们都干什么呢 徐佳阳 听我的呀 听我的呀 想什么的 马上打电话去 不能打 听我的 你想干什么呀徐佳阳 你能不能改给你的脾气 你给我坐冷静 坐坐坐 你冷静得了吗 十万货金 已经没时间了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你反应过度了 我反应过度了 你呢 你这么慢悠悠的 今天下班之前 如果我们不能给出回复 明天苹果再来通知 那就直接下架了 这不是这样打的 你现在是让人牵着鼻子走 他就想激怒你 让你反应过度 最后自暴自弃 我们怕什么呀 我们不怕捷训 我们不怕运营商 他们面对的是苹果商店 我们面对的也是苹果商店 我们首先要争取自己的权益懂吗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自己的权益怎么争取啊 人家是一个虚拟的软件商店 他不负一点法律责任 现在捷讯 运营商给我们出这么大一个帽 用这么大一个罪 咱们怎么说服人家 让人家不给咱下架呢 那你说你说 咱们跟你说 这不是正想办法的吗 反正咱不能明知道 必败还打这仗吧 你觉得我们必败了什么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已经觉得败了 炒够了吗 都注意点形象行不行 外头员工都在上班呢 出什么事了 早上接到苹果商店的通知 他们收到了两份律师函 一份是运营商起诉我们侵占国有资产 要求苹果尊重国情 让我们暂时下架 另外一份是捷讯 起诉我们抄袭 剽窃了他们的创业 我的意思是 先委屠律师 向苹果商店做一个态度强硬的回复 首先确保不能下架 一旦下架我们就真的忘了 这可不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事 就算我们把全世界的里都占了 用户也不可能完全信任我们 可徐家人就是不同意 喂 苹果商店要把魔晶下架 通知喊你看到了吗 我已经知道了 那我过去找你 洛菲斯的人马上就到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互联网大会之后 我心里就一直犯低估 悬在头顶上的这把 到什么时候落下来了 现在终于落下来了 好 你好 您的咖啡 我希望你长话短说 好的 杰森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 魔晶是我们洛菲斯这几年 最有商业价值的投资项目 你不能随便就让它下架 你作为一个苹果商店的主管 我们官司还没打他 你就判定魔晶有罪 为什么 我们就不寒暄了 时间紧 任务重 彭总已经在和苹果商店的人 做交涉了 我们必须马上拿出解决的方案 和彭总打好那个 咱们的后台数据跟苹果商店 显示的下载量不符啊 这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苹果商店至少两天之前 就不再更新我们的下载量了 你接着说 运营商送到苹果店来的律师函 写得很清楚 任何通讯必须获得牌照 作为一个跨国企业 对所在地 国家的法律法规 要 绝对尊重 我想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吧 你什么时候做的决定 下地时喊 头一天 我们有个正式会议 那就是昨天 可为什么从前天开始 魔晶的下载量 就停止更新了 你们讨论了两天是吧 十三天 十三天 作为一个优秀应用类软件 我们不愿意下架 事实上 我们公司员工手机 都装了魔晶 大家都想晚点下架 那你们最后决定 什么时候下架 律师喊送到之后的第三工作日 苹果商店已经恢复我们的下载量更新了 现在说说吧 我想知道怎么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把下载量增加一千万 路卡 你是管技术的你说说 我说什么呀 他说有的你问他 郭新年 你说话呀 什么意思啊 赛会了吗 不许可 我把这个油盘拉开 我把这个油盘拉开 各位 这里面是魔晶的另一个版本 罗维做的 而且我觉得 没准罗维可以帮我们在三个工作日之内 增加一千万的下载量 罗维做的 对 顾敬 这东西你哪儿来的 我给他的 我非常讨厌这个见面 弄得跟财务报表似的 但是清楚简洁 还有这个 抄得够彻底的 连联络人分组这种概念都抄走了 这一块咱们之前也是接见麒麟的 所以不能算他抄 行了你过去年 现在都帮罗维说话了 那你跟我说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是最重要的 他想把微博的功能加进来 这样摩晶除了语音传输的功能以外 还有微博的功能 他就变成了自媒体 之前是你自己说的 你讨厌忽悠乱七八糟的胡乱家东西 跟大杂会一样 你现在怎么也接受了 为了一千万的下载量 我们现在必须妥协 我反对 罗维这个人 不可告 好 我觉得可行 为什么你们 非要把罗维当作对手呢 如果他的方案 真的可以让魔精 增加一千万的下载量 他就是魔精的救星 我们应该请他来 同意请罗维过来帮忙的请举手 老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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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真的得为难你了 要三天能做出来 你们做 我做不了